柯文哲民调胜过侯友宜后 泛兰与菲律阵营 还要把票投给一个必败的侯友宜 成为简单的决定 而柯高喊重启服帽后 争取泛兰票意图明显 对照当年朱立伦被中央社报道 派让国民党也有太阳花 高斯伯丑闻不减太阳花正当性投书 替陈维婷性骚扰丑闻洗地 柯文哲转弯转得最快 已经打脸太阳花反服帽的主张了 太阳花学运距今已经九年多 但当初许多事我可记忆犹新 例如一堆人说 太阳花学运跟民进党无关 但用现在的看法 难道不算附随组织或在地协力者 更好笑的是 国民党在2014年败选后 朱立伦一番竞选党主席的宣言 被中央社报道成 派让国民党也有太阳花 陈维婷爆出反复多次性骚扰丑闻后 朱立伦小舅子高斯伯投书苹果日报说 丑闻不减太阳花正当性 以现代MeToo思维来看 更觉得可笑 当然 最好笑的就是 柯文哲高喊重启服帽 事实上 太阳花学运就是反服帽 柯文哲阵营近海解释 可当年是反黑箱 不是反服帽 简直以为 全人类都失智失忆了 激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 无心带就拿过去要参选台北市长时 台大医师柯文哲反服帽的照片 林飞凡在号称50万人上凯道的前一天也说 鸡 我们既反对黑箱 也反对服帽 所以 太阳花学运就是反服帽 不要把大家当白痴了 我的立场从未改变 我对两岸经贸的看法 是两岸应该彻底断绝经贸往来 我提过很多次 我父亲退伍后在附近的工业区当临时工 后来因为工厂西进而失业 余生都找不到另一份工作 我认为工厂西进中国大陆 对我们没有好处 其次 我小时候曾组装过圣诞灯 到现在还不知道 那时又组装什么电子零件 一盘几百个 然后有10元零用钱 而我小学时 已是那个客厅及工厂的时代的默契了 总之 美国白人 就是把我们当成他们廉价劳动力 Made in Taiwan 就是美国以前的外包第一站 风水轮流转 换中国人被美国当成外包几十年了 然后现在白人又嫌美国太依赖中国 台湾台积电被逼到美国设厂 也是同样的逻辑 所以我对世界贸易的看法也很简单 中国卖光美国国债 中国停止出口原料药 抗生素 稀土等等 所有一切的商品及原料到美国 彻底断绝往来 中国人停止替美国企业打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应该起来 换句话说 我反对全球化 并且认为全人类的争端 源自各种交流 中国老子小国寡民 老死不相往来的道德经 第八十章 其政治主张就是人类要回到原始状态 无论交通工具或武器都不用 战争就不会发生了 就像人类若都不使用交通工具 美国不会派航空母舰到中国沿海 南海 中国大陆无法渡海 世界贸易变成零 什么开矿乃至工业全部消失 人类文化从此退回过去 其结果就是地球暖化必然停止乃至逆转 人类对地球的破坏就会降低到最小程度 全人类就可以回到伊甸园的生活了 闲话就此打住 太阳花学院反服貌是小儿科 人类反现代化 去全球化 地球才会有救 而我们回顾历史 柯文哲的大变也变太多了 当年朱立伦已降的人如何捧太阳花学运 现在都忘了吗 总之 民进党总算如愿了 柯文哲终于变成赖清德主要的对手 如果以选举胜负的角度来看 侯友宜怎么看都不可能在剩余的选举垃圾时间翻盘 就算柯文哲出而反而背叛过去理念 也不过证明柯文哲与其他台湾政客差别不大 至于大家要不要因为柯文哲至少可以赢侯友宜的理由 去投柯文哲一票 并且增加让民进党下台的几率 那就看大家对国民党有没有信心 还有民进党有多爱柯文哲了 坦白说 我对民进党这么快就帮泛兰做出气宝侯友宜的选择 大概赖清德非常有信心 认为817万票多数都会投他一票吧 Blackjack 2023年6月22日 除 Emmanuel国家的飓入 敌人 サポイト 提那 overtime 他堵州 建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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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